时光 作者冯继才 一岁将近便进入一种此间特有的情分中 平日里奔波忙碌 只觉得时间的紧迫 很难感受到时光的存在 时间属于现实 时光属于人生 然而到了年中时分 时光的感觉乍然出现 他短促 有限 性急 你在后边追他 却始终抓不到他飘举的一昧 他非也似的向着年的终点扎去 等到你真的将他超越 年已经过去 那一大片时光便留在过往不复的岁月里了 今晚突然停电 摸黑点起蜡烛 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 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 室内无风 这光之花苞便缝外优雅与美丽 些许的光散布开来 萌 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 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 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 思考 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 而是普通大众 比如大众俗语中 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 多么真切和形象啊 他叫我们顿时发觉 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 已被我们消耗殆尽 只剩下一点点根底 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 洁击与深浓 一下子 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情的影像 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 不管这些事情怎样庞杂与艰辛 无奈与突兀 我更想从中找到自己的族痕 从春天落英缤纷的京都 退藏到冬日小雨空的雅典德尔菲遗址 从重庆荒芜的红卫兵墓 到京南那条神奇的歌界题 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 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中 究竟哪一些足迹至今清晰犹在 哪一些足迹砸踏模糊 甚至早被时光干干净净 一抹而去呢 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 使劲看去 就在烛光散步的尽头 忽然看到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 目光冷峻锐利 逼视而来 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 北宋天王像 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 凤外有力 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 穿过漫长的八百年 锐不可挡 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 朝他瞧上一眼的人呢 显然 是由于八百年前的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工 传神的本领 非凡的才气 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 注入其中 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 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 却保存下来 在这里 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 植物死了 把他的生命留在种子里 诗人离去 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 时光对于人 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 当生命走到终点 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 有时它还会转化为 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 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 不就是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 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 而此中 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 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 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 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 作曲家再造的是 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 此刻我的毛子闪闪发光 视野开阔 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真品 都一点点的呈现 他们不是被烛光照亮 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 召唤出来的 其实 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 应是书桌下边 水泥的地面上 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 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 它才不会消失 而被我整化成一个个独一又鲜活的生命 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 然而 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销 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 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 反成了别人的恩赐 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 掂量他们的导致的生命 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 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 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 是不是呢 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 等我回答 我无言以对 尴尬到了自感狼狈 忽然电来了 灯光大亮 事物通明 恍如更换天地 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 唯有烛光空自燃烧 显得多余 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 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器 不再那样咄咄逼人了 我也不用回答他 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